小胡子,我想入手第三代查安75PLUS 请问发动机变入箱有没有同价位的丰田丰兰达的质量好 并且谁的油耗更低,谁的更耐用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镜头前的网友粉丝朋友们 有没有买过开过查安75PLUS的车主 你们的发动机变入箱用的怎么样 你也可以在评论留言 你记住12、3万买SUV一定要选国产 一线品牌,哈佛,瑞虎,齐瑞,长安或者是吉利 这都可以放心购买国产一线品牌 12、3万,43万,如果买合资的SUV 那性价比非常低,空间小,动力弱,配置也低 要啥没啥,内饰也是用料,夺制塑料感 所以说这个价位一定要买过查 那么这两款车子都是定位这个紧凑级SUV 但是长安球PLUS要比它更大一些 那么第三代的长安球PLUS最大的一个外观的变化 就是前面的晶级歌山做了一个无边界的处理 就跟它的家族的这个UNI系列差不多了 UNIK,UNIT,是吧 无边界的晶级歌山看起来更加年纪时常运动了 尾部变化不大 几乎是没什么太大变化的 除了这个晶级歌山 包括内饰的变化也不大 只是增加了颜色的一个调配 白黑还有粉色 动力上呢,还是这个搭载长安自主研发的 南京1.5T和2.0T涡轮增压发动机直喷的 那么匹配的仍然是那个爱信的8AT变速箱 是它一大卖点 那么你问到发动机变速箱和同价位丰田风乱达相比哪个更耐用 那么方轮达的动力总成二等阵轮增压的智安吸器 体配一个模拟死党的CVT变速箱 就是和丰田RV4融化是一个动力总成 这款发动机的优点就是说 非常皮脂耐用 尤其是后期 智安吸器嘛 肯定更耐用一些 毛病少保养便宜 而且油耗还低 这是它优点 确定就是说动力很弱 想要计价速的时候超车的时候 它动力弱一些 它没有温轮站的加持嘛 而且模拟死党的CVT变速箱 开起来优点就是非常平顺 非常的顺滑 没有任何顿戳 想要都没有 但是缺点就是说 不能激烈暴露驾驶 后期的稳定性不行 正常容易激烈暴露驾驶的朋友 你不能选择CVT变速箱的车吧 不然时间长容易打滑 再更严重就是拉碎拉爆了 但是也不会轻易是这样的 偶尔的几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没有那么脆弱啊 只不过是相对比较和AT 那么长安75的2.0T 1.5T温轮站发动机 动力虽然是更加出色一些 但油耗也会高一些 后期的稳定性 最后期肯定是 自然系更耐用性 或者那样它只有寿命大 但是也不是说它不好 能用主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说相对比较 爱信的8AT变速箱 肯定百分之一万 要比CVT好太多了 包括它的寿命 使用的一个换挡逻辑 都要比CVT好太多了 它可以承受更高的扭矩 可以接来暴露驾驶 什么开都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这是它的一大卖点 悬挂呢 它前后独立悬挂 弗兰达前卖不逊 后面是纽磊梁的悬挂 没法比 就是纽磊梁都是快的悬挂 放了那 没法比 包括这个长安75的 内饰的用料 做工都是非常优秀 非常不错的 隔音机 悬挂底边调的输入都可以 长安7 Plus唯一的缺点 就是说 它的油耗 略微高的微丢丢 但是比哈佛斯六还要低一些 还算是可以的 所以说第三代 长安Q Plus 是绝对值得拥有的 非常不错的车子 那没有开过 买过这几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